我們今天看到有一個公民團體 一長期的就是為了政治利益在多政的公民團體 就說這好像是賭書了 然後就來翻桌子 我不客氣的講 我看他們恐怕才是寡拍叫 韓市長委託我們兩位一起到這個法院來 但是他本人以及韓市府團隊 全部的人都仍然兢兢業業的在市府工作崗位上努力 不管是防疫或者是市政工作 大家這麼努力從登革熱到能夠繳出非常好的成績單 到陸平五千個天坑要補平 大家在努力的時候 在不滿一年的時候 但是其他反對團體在做什麼 是不斷的在扯後腿 不斷的用攻擊跟謾罵跟找麻煩的方式 不希望高雄好 難道我們的選舉都結束了 還要繼續這樣子的批評跟謾罵跟攻擊嗎 就不能夠讓市府團隊好好做事情嗎 根據選霸法 不是一年內大家就是要好好的能夠工作的嗎 那麼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到底這個就請這個字來講 是不是根本連讓市府團隊努力大家辛辛苦苦工作的這個成績 都沒有機會好好的做事情呢 這樣是對的嗎 那麼就理的程度來看 我們來講 目前整個防疫的工作大家如火如荼都在進行 如果這個時候再來搞個罷免投票 是不是又要有防疫抗群聚感染的問題 又要擔心這麼多疫情的問題 用政治活動來進行 尤其這還是要從人民的納稅錢掏出一億一千萬 要高雄市民買單來從事這些政治人物自己個人利益的政治行為 來爭權奪利來鬥爭 鬥爭一位努力工作的市長跟努力工作的市府團隊 對 那麼這個在道理上是有道理的嗎 尤其是在第一年的時候 當時所執行的預算都還是陳菊市府當時的預算 到第二年開始 今年開始才真正執行自己編列的預算的時候 但是在不到一年的時候 卻開始了很多的鬥爭跟口水跟滿嘛 那麼我們就法來看好了 那麼今天站在這裡當然是因為法的層次 這是憲法所賦予的最基本的人的權利 那麼就這個法的成績來講 我們今天看到有一個公民團體一長期的就是為了政治利益 再多任的公民團體就說 哎呀這好像是這個賭賭輸了 然後就來翻桌子 我不客氣的講 我看他們恐怕才是寡拍叫 寡拍叫是跟中選會一起呢 還是違法亂紀再先寡拍叫怕被抓到呢 就違法界點來講 這個已經全法法75條明定文字寫得這麼清楚 就是在一年之前不得罷了 那麼人家都沒辦法好好工作做事情 違法亂紀再先 所以中選會如果主委是由政黨所特別派任 是不是有他自己個人的政治目的跟服務的目的 所以沒有辦法依法行政 那麼我們當然希望交由法院 來做一個公平公正的判決 那麼尤其是在司法這件獨立的事情上面 要證明台灣真的是一個法制國家 大家好嗎 好嗎 小目的 好嗎 待會